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学 第978集 相房偏店并不算很大 七人围着一桌子而坐 要不是气氛有些异常 看着还算温馨 丫鬟们送了满桌子菜过来 推到一旁 人多 事实上并不代表热闹 至少有赵青山在 大家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先用膳 如何 赵夫人看着凤九儿 脸上依旧是愉悦的神色 好 凤九儿含笑点点头 开始吧 别客气了 赵玉生看着大家摆了摆手 晚膳开始 赵青山不说话 谁也没有说什么 赵小小的视线几乎都在剑衣和他爹爹身上徘徊 一整顿晚膳 入腹的东西并不多 不到半个时辰 赵玉生让丫鬟换上了点心和茶水 将所有下人都遣退下去 赵青山拿起茶杯 闭上双眸 清敏了一口茶 赵玉生站起 在他的身旁跪下 爹 我去意已决 请您成全 哐的一声 赵青山将手中的杯子放回到桌子上 偏殿里异常安静 就连彼此的呼吸声几乎都能清楚听见 过了一会儿 赵青山低沉的声音响起 若是我不同意 你待如何 爹 我去意已决 希望您能同意 赵玉生抬眸看了一眼 沉声说道 赵青山用力一甩手 刚放下的杯子被他甩到地上碎了一地 他转身瞪着跪在地上之人 你 这是要要挟为父 孩儿不敢 哪怕赵青山的目光再甚人 赵玉生也昂手挺胸地对上他的视线 爹 孩儿一声习武 研究奇门艺术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将他们派上用场 眼下孩儿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若是爹爹想让为孩儿好 是不是应该让孩儿出去放手一搏呢 赵青山想要反驳的时候 赵玉生低喊了声 爹 难道你不敢做的事情 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儿去做吗 若是我有了孩儿 我一定会尊重他的想法 赵青山很气 连四周的空气都变成冰的了 突然 一只温暖的手落到他紧握的拳上 老爷 这不也是你当年想要干的事情吗 孩儿大了 让他出去走走 你总是将他困于身旁 最终他也只会像你一般疑恨一生 赵夫人的话 让赵玉生惊讶之时 他也看到了希望 爹 原本当时你也有我这般的想法 但是为了我们的族人才不得已留下是吗 孩儿保证 你未完成的事 孩儿定当把你完成 恳请爹给我个机会 老爷 在赵青山想要回头的时候 赵夫人紧握他的拳 他对上他目光摇摇头 看着自己的娘子 赵青山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呼出 带三千弟兄离开 别丢了我们赵家寨的脸 他的声音刚落下 赵玉生的脸上 顿时扬起了愉悦的笑意 多谢爹成全 爹 赵小小健壮也跪了下来 爹 娘 我也要跟大哥离开 请爹娘成全 赵玉生心里有多愉悦 赵小小就有多开心 爹爹能同意大哥离开 他要离开也不再是一场梦 小小 赵青山瞪着赵小小 神色顿时又沉了几分 爹 暂时凤凰城安全 您就让小小出去看看吧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他受伤的 赵玉生轻声说道 自己就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再麻烦赵玉生也希望他过得开心 赵小小侧头抬眸 看了赵玉生一眼 一脸感激 若是现今外面太平 让小小出去见识一番 也未曾不可 赵夫人看着赵玉生轻患道 生儿 是 娘 你要带小小离开 就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要不然 你爹爹一定饶不了你 是的 娘 赵玉生汗手 之后 侧头看了赵小小一眼 要是有战乱 我会提前将小小送回来 现在南方大片的城池 都在九王爷的手中 别人想要攻进来 也费一事 我带小小去见识见识 便送她回来 爹 娘 你们都可以放心 赵青山高大的身躯一站 跪在地上的兄妹 连大气都不敢透 最终 她浅淡了一口气 摆了摆手 去吧 都去吧 人的回家的路便好 丢下一句话 赵青山转身离开 赵夫人见状 也站了起来 回头看着凤九儿 她轻点了点头 说道 九儿 我家的生儿 就交于你了 你要好好待她 凤九儿站起来 向赵夫人拱了拱手 赵夫人 请放心 赵玉生是我们兄弟 我定当尽全力 护她周全 娘 九儿 带兄弟可好了 你看她对剑衣 多紧张 便知道了 相信你 孩儿 定不会看错人的 好 我相信你的目光 若是可以 下回 给娘带个儿媳妇回来 更好 赵玉生 挑挑眉 还笑道 这种事情 孩儿不能随便答应 只能说尽量 尽力就好了 赵夫人脸带微笑 看着身旁 站起的赵小小 照顾好自己 别太任性了 娘 我本就不任性 赵小小抿着唇 低声说道 她的愉悦 完全表露在脸上 好 我都知道了 赵夫人 也拍了拍 赵小小的手背 回头 看着凤九儿 剑衣和小樱桃 她微微仰起嘴角 你们几个年轻人 在聊聊 我与孩儿她爹 先过去了 赵夫人慢走 凤九儿说道 赵夫人 慢走 小樱桃也站起 恭恭敬敬地说道 娘 我送你过去 不必了 赵夫人摇摇头 既然明日要离开 该打点的事情 还有很多 你去忙便是了 小小 你送娘亲过去吧 娘亲 还有些话 要跟你说说 赵小小 眨了眨眼 回头看了剑衣一眼 赵夫人 潜叹了一口气 牵上她的小手 一会儿就好 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 赵小小 猛地反应过来 扶着赵夫人 没有娘 我没说你耽误我时间 陪娘亲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怎么会这么想啊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